前五月同比增长22% 服务贸易成绩亮眼 凸显中国制造软实力 我们是将大量优秀的国产 电影 电视剧和综艺节目 在世界的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 和新媒体平台来播放 2021年专利授权量 我们达到了15.5万件 同比增长40%以上 从卖货物到卖服务 外贸出口还有哪些新商机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今天一起来关注服务贸易 商务部不久之前 刚刚发布了今年1月份到5月份 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 上半年虽然我国外贸发展 面临着更趋复杂严峻的形势 但是让人欣慰的是 我国的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了22% 而同期的货物贸易 同比增长的是在8.3% 那么服务贸易为何能取得 如此亮眼的成绩 这说明我们的贸易领域 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趋势 而在下半年 我国的服务贸易 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新的增长点呢 围绕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商务部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 欢迎张主任 还有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 欢迎富江 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仔细的分析一下 商务部发布的这个数据 我们看到在今年的1月份到5月份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是达到了23653.6亿元 其中这个服务的出口 是在11517.9亿元 增长了26.3% 而进口呢 也是达到了12135.7亿元 增长了18.2% 服务的出口增幅 大于进口8.1个百分点 也就带动着服务贸易逆差 下降了46%到617.8亿元 那么张主任 您觉得这个数据的变化 说明我们的服务贸易 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 首先呢 我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啊 还是觉得非常振奋的 显示出呢 我们的服务贸易 仍然在加速发展 而且呢 成为了我们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亮眼的新的增长点 你看这个数据本身来讲呢 上半年 我们货物贸易的这个数据 大家已经是赶到就是超预期 对 但是现在呢 你看这个服务贸易的数据呢 实际上呢 它的增速要比货物贸易还高 所以充分显示出呢 就是在中国追求高资量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呢 我们有服务化这样的发展趋势 比如说如果你看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当中 我们第三产业的占比 服务业的占比 是在稳步提升的 目前呢 已经上升到了53%以上 那与此同时呢 由于中国加快了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 比如说我们在最近这几年 我们自主的在自贸实验区当中 先行先市 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 引入了很多的外国服务提供者 那么国内和国外的服务提供者 同台竞技公平竞争 实际上呢 就把我们服务贸易这个蛋糕做得越来越大 那另一方面我们自身呢 随着我们比如说制造业走向高技术化 然后呢 我们有很多高附加值的服务业 现在它的出口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我们知识产权的收费 现在也越来越高 所以呢就是带动我们整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大发展 所以我想呢 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使得我们呢 对未来呢 我们服务贸易继续做大做强 让它成为我们啊 从贸易大国走向 贸易强国过程当中 一个新的增长点 更加有信心 所以在你看来这个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 其实是跟我们整个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 密切相关的 那么傅江 你从这个数据当中看到了怎样的变化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成绩当然是来之不易 随着连续的几届服务会的这个举办 大家对服务贸易的认识呢 比原来有了很大的这个提高 其实服务贸易 它就是相对于货物贸易 因为货物贸易通常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而服务贸易它的概念 在准确的英文是trade in services 也就是说在服务领域的这个贸易 对 它跟我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 比如说小明早晨起来呢 给海外的这个客户记了一张纸质的合同 或者说给海外的亲友记了点日常的用品 他享受到的就是服务贸易当中的邮政运输服务 那么上午呢 又去影院看了一部好莱坞的进口大片 他享受到的就是娱乐文化服务 到晚上回家啊 打开手机在线听了一堂海外名校的这个网课 他享受得到就是这个教育服务 现在目前有几档比较火的节目 他采用的方式是面向全球优质的节目生产者 面向他们征集优秀的这个节目的创意 或者说甚至会外包一部分的后期的加工的工作 全球推广的工作 相当于我直接花钱来购买服务 为我们中国量身打造一款适合我们传播的节目 同时把这个经验推广出去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通过服务贸易的方式集结全球的优质资源 为我所用的一个例子 这也都是服务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能观众朋友 大家对这个货务贸易也是比较了解 进出口的产品 但是服务贸易到底包含哪些领域 刚才富江呢其实已经涉及到了 我们也做了一个节目 来了解一下服务贸易到底包含那些内容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界定 服务贸易有四种模式 一是跨境交付 比如德国的律师为英国的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二是境外消费 比如法国公民在其他国家短期居留期间 进行了旅游消费 三是商业存在 比如美国的快餐店在中国开店 中国的老字号在境外开店 四是自然人流动 比如外国专家来华讲学 劳务人员出国务工等 都有哪些领域属于服务贸易呢 世界贸易组织界定了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 包括商业服务 通讯服务 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金融服务 旅游及旅行相关服务 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 运输服务 健康与社会服务 教育服务 分销服务 环境服务及其他服务 随着世界经济结构转型速度不断加快 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产业结构重点 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过渡 服务贸易不仅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也是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 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 在前五个月同比是增长的22% 而同期的货物贸易同比增长是在8.3% 张主为什么在相比之下 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的增长的幅度更加的亮眼 在今年的前五个月 我想总的来讲是得益于中国最近这些年 我们持续的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 我们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是在得到不断的提升 比如说服务贸易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前面介绍 它有12大类 这12大类当中其实涵盖了我们叫做生产型的服务贸易 主要是为那些制造企业为那些生产企业来服务的 像金融还有像专业服务像物流等等 其实还有一大类就是生活型的服务贸易 刚才比如说富江所提到的我看大片 然后我去旅游我去留学 这些我们都把它归类到生活型的服务贸易 包括餐饮 那么这两类其实对中国来讲 随着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而且我们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加上中国自主的扩大对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 所以这就使得我们现在有优势的很多领域 我们的服务贸易出口 它能力越来越强 最近这些年我注意到有几个领域 我们赚外汇的能力 我们服务贸易出口的能力越来越强 比如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品牌的大型跨国公司 然后他们这些就比如说通讯设备 然后它的电子信息产品 还有它的机电产品 当它出口过程当中 其实它都需要有后续的这些 比如说服务 还有营销网络来支持 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服务的输出 出口的产品算是货物出口 但是进行的运营维护 这个就属于服务贸易 它一定不是一个一锤子买卖 后面还有很长的运维的 那么特别是我要提到的一个 今年我们产品货物出口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 是中国的汽车出口 我们现在汽车出口已经跃居到了全球第二 这在十多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 自主品牌汽车的出口 这里面也会带来服务贸易 这个背后一定是需要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营销网络 还有我们的技术支持 也包括我们的很多相关的服务环节 如果把4S店开到了国外 那就算是服务贸易 所以这是我们生产型这块的增长 那另外的就是我们在消费型的领域当中 你会看到现在中国有很多互联网的平台 那我们在比如说个人的文化和娱乐这方面 那中国的平台 中国的品牌 在全球的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种服务的输出 那么也包括刚才复江所提到 这个文化产品的输出 那实际上都是给我们的服务贸易 提升了这个竞争力 在手机领域也是这样的 我们说到中国的国产手机出口到国外去 这个可能是一个货物贸易 这是一个制造业的事情 但是请注意 中国国产手机在国外大获成功 一方面是我们本身的产品之有价值 而另外一方面 恰恰是这种销售的渠道或者模式 在国内走成功了 包括比如说某款国产手机 我如何去开店 如何选址 这个店员如何培训 上下游的这个供应链 或者产业链 或者我们整个这个分销的渠道怎么搭建 在国内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了 我直接搬到海外市场就好用 而这个销售手机的过程 或者说给海外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这些 这就属于服务贸易 它这个也是基于我们国内强大的服务业 才会有国外的这种服务贸易的这种基础 其实整个服务业的占比 现在已经占到GDP的55%左右 这个就给服务贸易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那么当前呢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货务贸易国了 而且从2014年至今呢 已经连续8年稳居服务贸易的第二位的地位 按照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的 他们一些贸易大国的成长的路径 确实在货务贸易比较稳固的前提下 应该向服务贸易来转变 这是一个历史的规律 所以我们要顺应这样的潮流 未来加大服务贸易的一些有关的政策的推出和落地 比如说现在在发达国家当中 产品的制造环节 它的增加值只占到整个售价的不到40% 也就是说超过60%的增加值 是体现到服务的环节当中 所以未来服务环节 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挖掘 其实我参与 他所讲到的服务环节 往往是附加值非常高的环节 也是对于跨国公司来讲 都必须掌控的环节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苹果这样的公司 高科技企业 那么它其实总部 它重点控制的是三个高附加值的环节 品牌管理 市场营销和研发设计 你会发现它把其余的产业链的环节 通通都外包出去 所以苹果工厂是遍布世界各地的 但是对于苹果总部而言 它抓住了这三个高附加值的环节 就让它成为现在全球首屈一指的高科技公司 如果看市值的话 它现在是全球第一位的 所以我想这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未来我们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期待有一大批中国的跨国公司 将来能够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当中 不断的向中高端环节去运作 其中的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 未来是我们需要弥补的短板 就在一个高科技的一个跨国公司里面 其实服务贸易应该占其中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对中 好刚才两位也都介绍了 现在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现状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在我国服务贸易的各个项目当中 这几年有一个快速增长的重点领域 那就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 我们来做一个了解 作为国家语言服务出口基地 青岛西海岸的这家企业翻译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录制一部国产影视剧的 《罗马尼亚语配音版本》 一两个月后 这部剧集将在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有关频道播出 我们是将大量优秀的国产电影 电视剧和综艺节目 翻译并配音成英语 越南语 马来语 印尼语等十几个语种 在世界的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和新媒体平台来播放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升 语言类服务贸易市场快速发展 过去几年 企业影视作品 意志出口 专业技术资料翻译等业务板块 都实现大幅增长 已经累计带动出口产值数十亿元人民币 在知识产权出口方面 湖北武汉动作频出 先后获批全国首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和首批国家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基地 目前 该园区有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四百余家 知识产权服务业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2021年专利授权量我们达到了15.5万件 同比增长40%以上 提到知识密集性的产业 我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像信息软件这些领域 而在刚才节目中我们看到了 如今像国产影视剧这样的文化产品 也成为了一个出口的热销产品 我想张准应该也注意到了这样一种变化 那么您是否看好我们影视剧出口的前景 非常看好 应该说就是中国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大国 随着我们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不断的提高 那么在文化产业 我们现在对开放的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大 所以现在中国的电影电视产品 还有我们的这种书籍 还有我们的出版户 现在走向这个世界各地 特别是对于亚非拉国家和一带一路的伙伴国家 那么现在已经是形成了迅猛增长的好势头 这也让我们的这些文化产品它本身出口金额在不断的上升 我看增长速度也非常的快 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之下 那么很多非洲国家 然后他们现在对中国的影视剧的作品 还有电影的作品都已经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了解 也非常的喜爱 那也包括咱们亚洲 我们的周边很多国家 因为是拥有相同的文化渊源 所以很容易接受中国的很多的这种文化产品 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 相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贸易 它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 比如说我们说劳务输出 它肯定是自然人的这种流动 但是现在意义上的中国的劳务输出 已经不仅仅是出去做一些比较体力上繁重的工作 更多的是我们出口的一些基建 一些高铁 一些轮船 需要定期有工程师去运位 需要有一些软件的程序员去辅佐 这种辅助开发等等 所以它其实看似是一个劳务输出 但它背后还是知识密集型在起到的作用 我们从数据上来看一下 今年300年的服务贸易当中 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构 是否意味着我们服务贸易的这种结构 变得更加的健康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了 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在提升 而且也代表了中国未来 我们在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这方面 我们一个追逐的重要的方向 那么应该说这些领域 就是知识密集型的这些服务 是我们在服务贸易对扩大开放 对发展的过程当中所鼓励的新业态 新模式和新动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比如说现在咱们国家 就是我们在个人文化 娱乐 还有在信息服务这方面 大量的依托互联网平台在推进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全球市场 现在都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中国的很多应用程序 在海外很多市场 它的下载量都是排名遥遥领先的 受到了欢迎 而且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服务贸易的这种盈余 还有我们看到 比如说中国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技术企业 它发展非常快 那么它在知识产权的申请量 是遥遥领先的 它很多已经获得专利的这些知识产权 就开始收费了 那么我们会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在知识产权收费这块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服务贸易的盈余 那么第三个就是 我们有大量的这些 比如说通讯设备 我们的信息设备 还有我们的机电产品 他们在出口的过程当中 这些高技术服务 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这种盈余和增长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非常期待 我们全国各个省份 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 继续加大对我们高技术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这种投入 会给我们未来的服务的竞争力 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因为它显示的是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结构更加优化 而且数据显示我国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它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看到数据2019年 2020年和2021年 我国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额占比达到34.7% 后来涨到44.5% 43.9% 今年上半年也已经前五个月也是超过了四成 所以未来我们都在期待着知识密集型一旦过半了 那说明我们的服务贸易的结构就会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变化 就是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密集型的 那么未来我们看到我国的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因为随着服务的可贸易化 以及尤其是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这种兴起 我国在某些的服务领域同等技术水平条件下 中国的成本是更低的 也就是说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有优势的 比如说近年来我国离岸服务外包额 占到新兴领域的服务贸易额比重都在70%以上 而另一方面 中国国内的服务市场的规模增速 现在已经超过了整体的经济增速 也就是说明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服务业的其实在的话 对于全球的优势资源 或者优势的服务贸易的这些要素的吸引力会大增 未来我们的发展速度我认为会提速 今年前五个月 我国的服务贸易不仅实现了逆势的上涨 甚至出现了逆差缩小 结构优化等等喜人的变化 但要确保这些变化持续稳定 还要加快推进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 并且有序取消或者逐步放宽服务贸易领域的限制措施 期待更高水平 深层次的改革和全方位的创新 能够推动服务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为我们贡献的精彩观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